钮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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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来到子公车绘本故事剧场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始作雷叔叔 我的天空 喔 為何掛滿 是耶 夠了 怎樣 請問一下 你剛剛唱的那首歌 又跟我們今天講的故事 有什麼關係 想也知道有關係啊 為何掛滿嗎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為何掛滿 今天不是講為何掛滿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天空精神 南瓜村裡面住著酒戶人家 村裡的首富勞司力 是地球上最有錢的人 因為他所擁有的土地 可以挖到很多金礦 村裡的人為了生活 全都是勞司力的員工 那在這邊我想問一下 說 勞司力的員工有幾位 九位 錯 為什麼 因為南瓜村裡面就已經住了九位 扣掉了勞司力這個友情的人 對 所以他的員工就有 八位 九減一等於八嘛 對 沒錯 那他們呢 每天挖礦都挖得很辛苦 自以為慷慨的勞司力 每天只給他們一個甜甜圈 當作報酬耶 村子裡有三家店 兔媽媽開了一家理髮廳 勞司力是每天唯一的客人 那兔媽媽可以賺多少錢呢 一個甜甜圈 鼠媽媽開了一家電影院 每天也只有勞司力來看 那鼠媽媽只賺到 一個甜甜圈 楊媽媽開了一間租書店 每天唯一的客人是誰 一個甜甜圈 是勞司力 好好好 對 對 那楊媽媽每天可以賺多少呢 一個甜甜圈 沒錯 有一天啊 村子裡出現了一個小器人 欸 他被放在勞司力家的前面 小器的他啊 根本就不想花任何錢 在與他無關的人身上 所以他一點也不理會 村民們想把他抱回家養 可是大家每天只有 一個甜甜圈 太陽沒有能力 獨自撫養我一個小孩嘛 那該怎麼辦呢 就八個人決定了 要共同撫養他長大 於是小孩他有五個爸爸 三個媽媽 該怎麼養他呢 好 這八個人決定了 他們輪流 每天有一個人 分一半的甜甜圈 給小孩吃 他每天都吃半個甜甜圈 自然而然這個小孩就被叫做 半甜圈 錯 是甜半圈 這個雖然勞司力最有錢 但他似乎還不滿足 他總是望著傳說中 高掛天邊的天空精神 這一天 楊媽媽的書店裡面 出了一本書 書裡面詳細的記載 要如何有一顆木豆子 到達天空精神的方法 勞司力心理想 只要得到天空精神 我就成為全宇宙最有錢的人了 書中提到這個木豆子 跟甜半圈身上的那個豆子 想極了 隔天一大早 甜半圈就被叫到了勞司力面前 雖然他很害怕 但是他也只能乖乖的過去 他不想要因此連累他的爸爸媽媽們 哇 沒錯 就是這顆木豆子 你只要給我那個豆子 就可以每天得到一個甜甜圈 啊 沒等到勞司力說完 甜半圈就嚇跑了 因為他從來沒有看過 臉上堆滿笑容的勞司力 甜半圈馬上跑回家 跟爸爸媽媽們說了這件事情 大家覺得奇怪 勞司力這麼小氣 怎麼會為了一顆小豆子 變得這麼的大方呢 這時候勞司力來了 我想要買甜半圈 脖子上的豆子醬麵 哦 猴爸爸開玩笑的就說啦 可以 但是要救 欸 猴爸爸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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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但是 要救個金幣 好 熊爸爸這個時候你說了 哦 不 要是 熊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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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 要18個金幣 沒問題 欸 鼠媽媽也接著說啦 鼠 掉27個金幣 OK 羊媽媽也跟著說話了 36個 好 45 好 54 沒問題 63 OK 72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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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好了 為了表示成績 我給你們81個金幣 欸 田拌圈就覺得很奇怪啦 勞司力好像非要拿到這個豆子不可 於是 田拌圈說了 等一下 這田拌圈是發生什麼事啊 不是 因為田拌圈啊 他給五個爸爸 還有三個媽媽養 對 爸爸有猴啊 對啊 還有熊 還有鼠啊 還有鼠啊 羊啊 羊啊 對 就傳染到他們的口音 地方口音啊 地方口音啊 我懂我懂我懂 繼續繼續 他說什麼 啊 我們 不要 任何金幣 只要 你這樣開採到的 金幣 金框 和我們所有的 爸爸媽媽 分享 分成九份 一個人 每一份 我來幫他翻譯一下 他的意思是說 他不要有任何金幣 只要你這樣開採到的金框 和我所有的爸爸媽媽媽一起分享 分成九份 一人一份就好 對 沒錯 那一心想要天空之城的勞私力 早就不 天空精神 不是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是 另外一個故事 宮崎駿的故事 對不起 一心想要天空精神的勞私力 早就不把金框看在眼裡了 他爽快就答應了 哇 那前半圈 和爸爸媽媽想到 未來可以得到這麼多的金子 很興奮耶 在一個大家沉睡的夜裡 勞私力按照書中說的 把豆子種在了這個茶壺山頂上 豆子真的像書中所說的 瞬間長成了一顆 通往天空精神的金黃色藤蔓 對平常不出門的勞私力而言 他要爬到天空精神 他非常的艱辛耶 但是為了成為全宇宙最有錢的人 他咬著牙往上爬 登上了天空精神 勞私力高興的大聲歡呼 呼 忽然 精神的最高樓塔 飄下了一個白衣人 這個白衣人說 哇恭喜你 現在天空精神歸你所有 請問為什麼你要一直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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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我飄下來 還在飄 對對對 好然後白衣人又接著說了 既然精神歸你所有 嗯 你要好好善待他 對 不要像我一樣 只會跳舞 對對對 那為什麼你可以跳舞 因為我以為我是精神舞 只要出現一點灰塵 我將收回精神 哦 那就會變成 明精神 沒有精神啦 對 小朋友你們猜 不再擁有員工的勞私力 應該怎麼辦呢 欸 你要回答啊 哦 我要回答 要問你啊 我以為你問觀眾 要問你啊 想當然 這個沒有員工的勞私力 在這個天空精神裡面呢 他只能夠一個人很努力地打掃啦 對 因為他只要有一點點灰塵 精神就會被收回去了 而且呢 他有聽這個白衣人說的 對 他不在裡面跳舞 但是他在裡面打武功 那他還是精神舞 所以他只能乖乖地 好好地認真的打掃 對 從此呢 高掛天邊的天空精神 更加明亮 這個故事呢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對 那這個天空精神 告訴我們什麼呢 做人要知足 不要太貪心 還有呢 要記得也可以跟好朋友分享喔 接著呢 不要嘲笑人家的地方口音 你知道嗎 對 對 那我們 子風車 畫本故事劇場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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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嘿 嘿